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二十三胜二十四负 西部第十 说实话 本塞季勇士除非做出一些具有决定性的步枪交易 否则的话 在大部分人眼中 他们看起来想要夺冠 非常困难 塞季已经过去了一大半 旧勇士目前的这套阵容 赫尔已经做了无数次的尝试了 从一开始放弃使用怀斯曼和库明加等人 中用兰姆 杰罗姆 到之后把追梦戈林的出场时间更多 和替补球员们放在一起 如今科尔又开始把卢尼拿下了首发阵容 开场就白无小 无论怎么调 勇士始终无法在战绩方面取得突破 三年2250万 为了勇士做出巨大牺牲 撑起金州内线 你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 说实话 科尔之前的几次尝试都是正确的 至少从捷径来讲 不管是放弃使用怀斯曼 中用兰姆和杰罗姆 还是让格林更多带领替补阵容 给替补阵容增加一名防守者和持球手 这两点 效果都是不错的 然而 科尔把卢尼拿下首发 开场便摆上无小 这个决定 从想法层面来讲 就是错误的 卢尼大替补的两场 勇士分别输给了绿军和篮王 这两场有几个共同点 一个就是篮板球勇士输了很多 另一个就是勇士都是在最后时刻被对手完成了逆转 他们在末节都曾领先10分左右 结果最后都被逆转了 显然 输给绿军就已经给勇士提了个喜 他们在篮板球方面以47比63 疯狂输掉了16个 出手机会比绿军少了8次 摩羯领先 无小阵容却因为体能消耗巨大 效率大大降低 攻防都被玩爆了 对阵篮王 虽然勇士在篮板球方面和对手持平 但是代价就是核心球员们体能消耗更快了 他们全队在下半场只拿到了44分 被篮王打出60到44的比分 一举被完成了逆转 两场逆转都在提醒着科尔 开场不能直接摆上无小 这在以往就已经被证明过是失败的 但科尔却表示他会继续尝试着的阵容 作为跟随了勇士三次夺得冠军的攻区内线 卢尼是勇士能够随便调试阵容的关键 用科尔的话说就是 不管是首发还是替补 卢尼都无怨无悔 他始终把球队放在第一位 对比最明显的就是克莱了 塞基出就已经有不少声音 表示克莱应该给普尔人位 后者更年轻 也更活力 然而 为了克莱的自尊心 不仅是库里和格林力挺克莱 就连克尔也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让克莱替补 如今为了扶正普尔 让他打首发 勇士教练组非常无奈 能拿下首发的 只有卢尼了 事实上 卢尼才是那个最不应该被拿下首发的人 从开赛以来 勇士很多核心球员都陷入过状态方面的动荡 卢尼是最稳定的那个人 进三场 他分别抢下了十个 十七个 十二个篮板 输给绿军和篮网 卢尼的篮板都上双了 恰恰是他在场的时候 勇士的防守和内线互况才不至于那么难看 然而 为了那所谓的人情事故 被勇士牺牲的 又是卢尼 而这已经是他不知道第几次 为勇士做出牺牲了 在过去的休赛期 经纪人告诉卢尼 只要他离开勇士 他能获得更稳定的地位 以及更多的钱 但卢尼还是果断选择了回归勇士 三年2250万 这种年薪只有几百万的合同 最后一年甚至只有三百万是受到保障的 说实话 很多球迷都搞不明白 勇士到底是怎么给他出手的 然而 卢尼却选择了接受 他为了勇士 放弃了太多个人的利益 与此同时 在勇士 卢尼也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这两个赛季 怀斯曼加起来一共只打了19场 他如今又受伤了 并且即便是健康状态下 怀斯曼也遭到了教练组的嫌弃 说难听点 如果没有卢尼在这两个赛季 一直保持健康全勤 勇士的内线 真的会变得千疮百孔 不要说什么卢尼的合同 离带有全勤的奖金 如果不是因为卢尼自身保持着 良好的身体状态 在队内很多人都因伤 有过不同程度的缺席情况下 他依旧坚挺 勇士高层 还能在内线补强这方面 节省下这笔开支吗 如今 卢尼连首发都丢掉了 一部分原因是科尔尝试无想的先发 但实际上 很早之前 勇士就已经证明过 让无想直接打先发会影响球队体能 科尔难道看不出来吗 很显然 卢尼再一次成了牺牲品 他是勇士唯一的先发中锋 除此之外 随着交易截止期的临近 各支球队之间的军备赛 也变得更加激烈了 古人已经打响了交易的第一枪 考虑到此轮选秀权并不值钱 必要的时候用现金就能买到 古人基本是只用了纳恩 就换来了首发级别的封线球员巴村磊 这笔交易让太阳随对记者非常不满 职员不知道七才是在想什么 该记者也为太阳没能得到巴村磊感到遗憾 此外 目前排在西部地市的勇士 他们整个赛季都一直处于季后赛边缘 如今距离交易截止越来越接近了 勇士也坐不住了 看着科尔几次变证更换阵容都不奏效 勇士管理层也开始着急在交易市场上寻求补强了 根据NBA记者爱丽丝的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勇士已经用怀斯曼和库明加去报价了马次中锋破尔特尔了 不过 马次和勇士之间的交易谈判已经被终止 原因是马次方面对怀斯曼和库明加不感兴趣 所以勇士想要得到破尔特尔的这笔交易设想 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少勇士球迷自嘲 说直白点 就是像怀斯曼 库明加这样的球员 也就勇士自身当个宝 努力培养 实际上 在其他球队眼中 这两名乐投出身的球员 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交易价值 特别是榜眼秀怀斯曼 看起来天赋不错 实际上问题一堆 库明加倒还好 在受伤之前 他打出过不错的表现 并且在商与回归之后 库明加的个人状态也还算不错 然而 怀斯曼就让人感觉到有些尴尬了 他不仅被认为潜力无法兑现 与此同时 就连他的新秀合同 都被认为是一架合同 截至目前 怀斯曼的新秀合同 还剩下两年2170万美元 勇士已经执行了 怀斯曼最后一年的球队选项 与此同时 勇士管理层也已经开始 承认自己的错误了 随着教练组 愈发不愿意给怀斯曼出场实现 不管他是受伤还是健康 都无法进入勇士的轮换阵容 勇士开始四处兜售怀斯曼 然而 从如今的市场价值来看 勇士出手已经有些晚了 怀斯曼不仅已经彻底 被证明了是水祸榜眼 并且在各大媒体 对二世界新秀 进行重新排行的情况来看 怀斯曼的行情 都已经跌出首轮了 从此轮的角度出发 怀斯曼如今还剩下 两年平均年薪 超过千万美元的合同 妥妥的一价合同 他的球场表现 本身就已经很糟糕了 更不用说 如今的怀斯曼 他的身上还有着伤病隐患 过去这个赛季 怀斯曼应该直接赛季报销 本赛季 怀斯曼现在还饱受着 怀关节的伤势困扰 即便早早从发展联盟 被召回到了勇士 怀斯曼也已经因为伤病问题 连续超过十场缺席了 这么一名表现糟糕 有不少伤病隐患 合同还不小的球员 勇士想要出手 难度非常大 实话实说 勇士的犹豫不决 是他们最大的败笔 毕竟在二世界选校的时候 由于疫情的影响 NCAA的疯狂三月被取消了 搁置NBA球队都无法考证 这些球员们的场上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 静态天赋成了大部分 NBA经理人们更看重的点 如果是单论静态天赋的话 怀斯曼在同届球员当中 算是佼佼者了 因为疫情原因 选错人倒没什么关系 勇士管理层之后的犹豫不决 彻底影响了球队的补强 说实话 当怀斯曼在新秀赛季 打出如此糟糕的表现时 勇士就应该考虑 他是不是真的和球队不合适了 在过去的这个休赛期 有关于怀斯曼的交易留言 也有不少 但勇士管理层就是不愿出手 在他们看来 怀斯曼和普尔一样 是球队的未来 结果 怀斯曼新秀赛季表现糟糕 第二个赛季彻底爆笑 本赛季付出继续表现拉胯 在其他球队眼中 他已经彻底失去了价值 再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